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详亲之后 为什么陈元元对他的态度 反而变得冷淡了呢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详亲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公元1644年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 崇祯皇帝在眉山自已 持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 就此覆灭 随之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 并且派人劝降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 吴三桂本来已经准备投降李自成了 但是听说自己的爱妾陈元元 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霸占之后 他一怒之下倒向了清朝 中国历史的局势也就此转变 在吴三桂和清军的夹击之下 李自成的大顺军连连战败 迅速地土崩瓦解 后来吴三桂又奉清廷之命 帅君东正